这是法医 法医的话是很基础重要 但是因为他太琐碎了 再加上我们这个脱绝对值慢慢练习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就当你们的选择 他这个不是很难 但就是蛮琐碎的这样 那有没有比较轻松的方法 其实这一题是有的 那你要注意 这个题目的前提 x-1的绝对值 加上x-3的绝对值小于6 这个前提有什么特征 这个前提他的绝对值相对的单纯 前面没有系数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用距离来看 可以吗 这句话的距离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取的是 x-1的距离 再加上x-3的距离 要比6小 要比6小 那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分成两步做 第1个 step1 第1个就是说 如果先去解等于6的话 记不记得怎么解 之前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用竖线解最快了来 一条竖线画出来 一边是3 一边是1 中间3个1的距离是2 好 假设点在右边 加起来是 6 一段是L 一段是L加2 2L加2 等于6 一过去算出来L等于2 所以呢 右边这个点 3加2就叫做5 在5的时候距离加起来 是我们的6 好 那在左边的点的话 假设这段叫做L 距离合要等于6嘛 这段也叫做L加2 好 那我们很清楚知道 一样的 2L加2 等于6 L一样是2 所以1向左走2叫做-1 在这个-1 到5 这两个点的地方 我们知道加起来的距离合 都会是6 你看-1到1 2加4 等于6 那这个 4加2等于6 这两个点都是等于6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边应该就可以感觉出来了 为什么 1 3 我们知道在这个-1跟5 这时候距离合是6 那如果我们距离合要比6小 是不是要 让这两条长度 变短 所以说要在他的里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距离合就会小于6 再想想看 想一下 好 所以我们最后答案 一样 同学 答案是一样 所以x 介于5 到-1的中间 因为在5跟在-1都会等于6 要比6小就要在里面 好 就这样 opens cules 鱼